台灣的副總統賴清德以總統特使身份 搭專機前往洪都拉斯 出席該國總統卡斯特羅明天舉行的就職禮 期間兩度過境美國 台灣傳媒早前放風說 賴清德將首次與美國副總統賀錦麗 在國際場合同台 兩人有機會寒圈 不過美國傳媒引述白宮資深官員說 賀錦麗沒有計劃在洪多拉斯和賴清德會面 據路透社報道 任何這類會面都會激怒北京 儘管美國與台灣沒有正式外交關係 不過美國仍然是台灣最重要的國際支持者 和武器供應者 卡斯特羅早前在大選期間 曾揚言要承諾與中國大陸建交 並且與台灣斷交 但當他當選後 顧慮到美國態度 暫時打小計劃 究竟賴清德 赴洪多拉斯 能否鞏固搖搖欲聚的友邦關係 台灣傳媒評論指 洪多拉斯是台灣在中美洲 最貧窮的友邦之一 失業率超過一成 有將近五分之一人民生活在貧窮線以下 當下最需要的是財政援助 和美國協助解決難民收容問題 面對與北京建交的中美洲輪國 不斷從中獲利 洪多拉斯自然心響往之 交上大陸疫苗外交 令新陷疫情的洪多拉斯 重新思考如何將國家利益最大化 有意見認為 洪多拉斯 現在仍持續與台灣維持外交關係 可能是與大陸談判籌碼的策略之一 但是這一切都要看美國想些什麼 以及台灣如何配合加碼 當然關鍵仍然是北京爭奪美國後花園的企圖心